撒末尔纪上 在现代版圣经中 撒末尔纪分为上下两卷书 之所以分成两部分 是因为当时的书轴较短 无法容纳所有的内容 但撒末尔纪上下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一集我们先聚焦在撒末尔纪上 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 被拯救出来后 与神在西奈山里约 最终进入应许之地 按说他们应该忠于神 遵守契约和诫明 早在撒末尔纪之前 《诗诗记》就记载了 以色列人大量失败的案例 这段时期 以色列人道德败坏混乱 急需智慧忠诚的领袖 撒末尔纪为这种需要提供了答案 这卷书集中讲了三个主要人物 撒末尔 也就是这卷书的名字 扫罗和大卫 他们三个人将以色列 从一群由士师带领的支派 变成一个统一的王国 最终由大卫王在耶路撒冷执政 这卷书结构精彩 把三个人物的故事 编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 撒末尔是一位重要的领袖和先知 在第二部分扫罗的故事里 他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扫罗的故事有两个转变 一是他兴起掌权 却经历了重大的失败 二是他的没落和悲惨的结局 扫罗戏剧性的死亡 伴随着大卫令人振奋的兴起 大卫的故事同样有两个转变 他起初经历了一系列成功 而后惨遭失败 最终他的整个家族和王国 逐渐走向自我灭亡 书的结尾是对前面这段历史的反思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卷书 赞马尔记上的第一部分 接着讲述世诗迹混乱时期的历史 提到女人哈拿的动人事迹 哈拿不能生育非常痛苦 但借着神的恩典 他终于生了一个儿子 萨姆尔 在第二章 他满怀喜乐 唱出一首让人惊叹的诗歌 里面提到 神怎样抵挡骄傲的人 抬举谦卑的人 在历史中 尽管充满了悲剧和罪恶 神依然彰显他的旨意 神有一天会为他的子民 兴起一位瘦高的君王 哈拿的诗被放在书卷的开头 目的是带出几个贯穿整卷书的主题 比如 萨姆尔长大后 成了以色列伟大的先知和领袖 当时 非利式人崛起 并成为他们的敌人 在一场重要的战役中 以色列人表现嚣张 没经过祷告 就把约贵抬了出去 把他当作保佑自己打圣仗的法宝 因为他们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打败 约贵被抢走 非利式人把约贵放进他们的神大滚的庙里 但以色列的神不费一兵一卒 用瘟疫击败了非利式人和他们的神大滚 于是非利式人不想再保留约贵 就把他送回以色列 这里的关键点是 神不是以色列人的法宝 他抵挡非利式人 也同样抵挡以色列人的骄傲 所以以色列人必须保持谦卑和顺服 才能经历神立约的赐福 这个故事开启了下一个部分 篇幅比较长 以色列人去见萨木尔 说我们也想像别的国那样 立一个王 萨木尔很生气 就去问神 神说他们的动机不对 但既然他们想要一个王 就依从他们吧 于是扫罗出场了 扫罗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他身材高大 面容英俊 虔诚似锦 是做王的出色人选 但他有极大的人格缺陷 不诚实 不正直 又不肯认错 这些都成为他没落的原因 他打赢过几场战役 但他的缺点也根深蒂固 导致他公然违背神的命令 最终失去了做王的资格 上了年纪的萨木尔去见扫罗和以色列人 告诫他们 只有对神谦卑和忠心的王 才会给他们带来益处 否则他们的王只会带来毁灭 他提醒扫罗 神将兴起一位新的王取代他 此后扫罗开始走向衰败 同时 神在幕后兴起了一位新的王 就是毫不出众的牧童 大卫 他最不可能成为王的候选人 但在著名的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中 可以看到 神拣选大卫 不是看中他的地位 而是因为他非常谦卑 毫无保留的信靠以色列的神 这件事体现了哈拿的诗歌主题 骄傲的扫罗和哥利亚被降碑 而谦卑的大卫被升高 从此 扫罗开始慢慢变得癫狂 而大卫却日渐强盛 大卫是扫罗手下的将领 百战百胜 声名远扬 扫罗非常嫉妒 开始追捕大卫 想杀死他 大卫没做错什么 却只能逃走 在旷野等候 这也显出他的品格 他本来有几次机会杀扫罗 都没下手 相反 他相信 尽管扫罗邪恶 神仍会为他的子民 兴起一位王 引人注目的是 诗篇中很多大卫的诗歌 写的都是他在这段 非常实气的经历 都表达了他对神 始终如一的信靠 这部分内容 以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 并战死沙场而结束 萨玛尔基上 讲述了整本圣经中 最错综复杂的故事 其中对扫罗和大卫的描写很真实 作者把他们凸显出来 做人物研究 让读者从他们身上 发现自己的影子 扫罗的故事提醒我们 一定要反思自己的人格缺陷 并找到这些缺陷 怎样伤害了别人和自己 借着神的帮助 我们要谦卑下来 对付自己的阴暗面 避免扫罗的经历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大卫则提供了另一种榜样 就是如何在生活中忍耐 并信靠神的时间 当大卫被扫罗追赶 逃到旷野时 他完全有理由认为 神已经抛弃了他 但他却不这么想 所以大卫的经历 鼓励我们去相信 即使人充满罪恶 神依然按照他的旨意行事 让骄傲的降悲 让谦卑的升高 这就是萨姆尔纪上的经历 萨姆尔纪下 在上一集里 我们认识了萨姆尔纪上的三位主要人物 萨姆尔 扫罗和大卫 作者首先介绍了萨姆尔 接着讲述了扫罗王的兴起和堕落 与大卫的兴起 形成反差 萨姆尔纪下则重点讲述大卫 做以色列王的事迹 分为两部分 前一个时期充满了成功和祝福 但随后就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堕落 和悲惨的后果 这卷书最后设计了一个精心结尾 回顾了大卫一生的优点与缺陷 让人盼望那位从大卫后裔 而出来的未来君王 萨姆尔纪下描述了扫罗死后 大卫的反应令人惊讶 他为这个企图谋害他的敌人 写了一首长诗 表达哀悼 作者再一次显明了大卫的谦卑和怜悯 他甚至为敌人的死而哀伤 之后 大卫经历了一段成功 且充满神赐福的时期 以色列众支派都来到大卫面前 请他统一领导 做他们的王 大卫做王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攻取耶路撒冷 将这座城设立为以色列的首都 并改名为西安 此后大卫赢得了多场战役 大大扩张了以色列的领土 把耶路撒冷设为以色列的政治首都之后 大卫还想把它立为以色列的宗教首都 于是他派人把约柜抬到城里 在第七章 大卫对神说 现在以色列家有了永久的居所 他认为也应该为神建造永久的居所 就求问神 自己是否可以为他建造圣殿 但神对大卫说 谢谢你有这个想法 实际上 我想为你建立一个家世 也就是一个王朝 扎马尔记下第七章 是理解整本圣经叙事脉络的关键 神在这里应许大卫说 从他的王室后裔中会兴起一位君王 他将在地上建造神的殿 并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 这个对大卫的应许是关于弥赛亚的 此后诗篇和先知书都提到 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应许 这位君王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相关 神会透过这位弥赛亚的国将他的赐福带给万国 就在神赐福大卫王的时候出现了重大问题 大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然对他来说不算致命 但对一个叫乌利亚的军人来说 则是致命的 乌利亚是大卫军队中的勇士 大卫在自家屋顶闲逛 看到乌利亚的妻子巴士巴在沐浴 大卫让人把他接进宫 与他同房结果导致他怀孕 之后他设计是乌利亚被暗杀 然后取了巴士巴 以此遮盖真相 整件事非常可怕 先知拿丹为此指责大卫 大卫立刻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 他痛心之急 悔恨不已 他祈求神宽恕他 神确实宽恕了他 但神没有涂抹大卫的错误选择所导致的后果 因为大卫当初的决定 他的家和他的国都四分五裂 这样的悲惨后果 让人想起了扫罗的堕落与结局 后来大卫的儿子重复大卫所犯的罪 而且更加严重 暗嫩玷污了妹妹塔玛 塔玛的哥哥压沙龙知道这件事后 射击谋杀了暗嫩 之后压沙龙逃离以色列 暗中策划推翻父亲大卫的王位 最后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叛乱 于是大卫开始了第二次逃亡 他藏在旷野中 只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无辜的 随着他的儿子压沙龙被杀 叛乱最终结束 失去儿子令大卫伤心欲绝 他再次为企图害他的人哀悼 晚年时大卫重登王位 但已经身心破损 他为自己犯罪导致的可悲后果 大为伤心 这卷书在最后 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尾 故事没有按时间顺序进行 却遵循着优美而对称的文学结构 首尾部分的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大卫王统治的初期 两个故事比较了扫罗和大卫各自的失败之处 以及他们因为错误的决定对其他人的伤害 稍微靠近本书中间部分的两个故事 讲述了大卫和他的勇士们跟非力士人的征战 很有意思 两部分都讲到了大卫在征战中的软弱 与第一章至第九章中那个得胜的大卫不同 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一个脆弱的 需要依靠别人帮助的大卫 结尾部分有两首回忆录士的诗歌 大卫用诗歌来反思自己的一生 他回忆神多次用恩典救他脱离危险 他认为这是神在持守对他和对他家族的约定 两首诗的结尾处都表达了对神所应许的那位 建立永恒国度的未来君王充满盼望 这几首诗和神的应许 与萨姆尔基上开篇《哈拿的诗》相呼应 因此从书卷开始到中间再到结尾 几处关键的段落将上下两卷书的主题统一了起来 尽管扫罗和大卫犯罪 神仍然朝着他救赎的目标不断的推进 神抵挡大卫和扫罗的骄傲 但当大卫谦卑自己时 神就高举他 这卷书对未来的盼望远远超过了大卫本人 他展望了未来有一天 一位弥赛亚君王将把神的国度和赐福带给万国 这就是萨姆尔基的全部经历 神给大家联系 神赛争 神赛亚君王谁 神赛云 神赛亭